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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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不要上班吗 我上班 我上班 确定不和学家生 只是聊天 对啊 就是跟你聊聊天嘛 嗯 那就聊什么吧 你真的是学生 是啊 我有学生证的 这个可以放心 哦 你刚才好像干了多久吗 你没多久 正好很赚钱还是怎么 你没有很赚钱 为什么 我上次在洗脚船 我不是还一直挑逗你吗 问你吗 你都跟我说没有特殊服务 你之前不是有时候阿娘会怎么样吗 其实我也确实不是很会按 你如果真的想来洗脚的话 你就应该选一个低价位的 然后让我们阿姨帮你按 他们都是专业的 这种高价位的 一般要不是老板 要不是有钱人 嗯 都是我们去 然后他们洗完了 要其他服务的话 我们直接过去 那你上次早说 也其他服务 你就直接在那边过了嘛 为什么要跑过来开房 你说很浪费钱要浪费时间 不是吗 这个你也知道的呀 现在查得这么紧 我们已经能说什么 只能随着一个微信 哦 其实吧 我上次看你啊 就觉得你其实条件很好 无论是长相啊还是 就是资历都挺好的 为什么想来干这一行 就来委屈自己呢 你六十一天啊 最好的呀 我也不想啊 没办法 那你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借的钱需要我管家 你说一下具体情况吧 说不定我可以帮你啊 这个 其实我们家是农村的 我妈之前身上大病 我把家里所有的钱都凑齐了 还是差几千块 最后没有办法 又去带他回去 我就说啊 像你这样的人 肯定不可能 自己主动来做这样的事情了 现在的钱就是 还没有还钱是吗 我还了呀 我都还了呀 确实那个利息滚得也太快了 我到最后把钱还上了 还差几千块钱的利息 然后 那个老板就威胁我 那你先别这么激动嘛 就是 嗯 威胁你那个事 怎么一回事 你能跟我说麻烦你 都已经跟我说了这么多了 然后 跟我说详细一点呢 那我 那我就跟你说吧 我拿那个 我的雅片记录给你看 他叫我 我和你有点赞 左边 我OK 右边 左边 左边 右边 左边 左边 右边 的 左边 右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